好 接下来我们关心就是全美第二大城 洛杉矶将要3月5号举行市场初选 目前有4个人参选 其中市议员贾西提拥有完整的资历 也获得中国城传统桥社 还有华裔名选的支持 一走进金龙酒家 就亲切地跟中华会馆老乔握手寒暄 洛杉矶市长参选人Eric Gassetti 42岁 拥有哥伦比亚大学与牛津大学学历背景 担任市议员12年 父亲是前洛杉检察长 目前他在4位LA市长参选人中民调排第一 极有希望成为下一位洛杉矶市长 而卓越背景之外 关键是他还有着一颗服务华人的心 有些东西我希望在中国社区的地方 保护我们的年纪会议员 订阅公司的公司 帮助新的领导人 学习如何联合在城市 如何能够活在这里 然后外面 我希望在中国 我们有办公司的公司 不止承诺当选后 要在中国开设办事处 加强中美交流 Gassetti强调 自己大陆台湾跑透透 更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 看老人院里过耶诞给老人家唱歌 Gassetti一直以来活跃社区 关心老年人福利 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努力 华人也都看在眼里 跟那个Eric Cassini在做下戏调以后 他对华人的福利 有非常大重视 也有很多的想法 他将来说改变我们 跟我们华侨的健保 什么东西这些 他都有细节的在讲 Eric他有这么多经验 这么丰富的学识 所以我们会 支持他 现场小报排排站 不约而同表示 要在3月5号初选中 投下支持的一票 让他顺利当选 成为下一位洛杉矶市长 以上是东森新闻网友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